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瑜伽这种大幅度的动作显然会让更多人成为你的观众 不过由于瑜伽是一项低调的运动 因此还是有所不足啊 瑜伽组合眼球指数一行 相对于瑜伽来说 利用车上的现有设备 玩玩体操动作影响范围会更大 毕竟把自己吊在车顶棚这种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体操少年 眼球指数一心半 有人说地铁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 这话是谁说的 我才不信呢 我觉得你的梦想就是搭讪坐在对面的姑娘吧 地铁搭讪指南 眼球指数两行 一般来讲 声音比动作更容易传播 所以如果在地铁上唱歌 那么你就很容易成为乘客们的焦点 而像地铁兄妹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 最终还是登上了优酷我是传奇的舞台 地铁兄妹 眼球指数两行半 在某些时间段地铁不会太急 而偏偏有些人这时候又会觉得无聊 针对视频中的这种行为 我们也只能默默地无语了 它不但成功影响到了地铁上的人 相信站台上的人也一定注意到了它 暴走男 眼球指数三行 刚才说的这些位 在地铁上的影响力都比较有限 要想进一步获得注意力 就要发动一些诸如钢管舞这样的特殊技能了 而要说在地铁上数量最多的除了人意外 恐怕就是钢管了 钢管舞难 眼球指数三行 对于下面这种行为 我代表组委会表示鄙视 为了吸引眼球 不能这么没有节操和下线 据说现场有多名观众表示自己已经做过了两站了 拖一节 眼球指数四星 当然地铁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 一个舞台更是赛场 为主的架势 主场这边肉壮 躲过了一次击打 蓝色选手 击再次向前 漂亮连续的组合拳 这两下不对 这两下是犯规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终极格斗的比赛当中 不允许击打选手的后脑勺 我们看到裁判进场 裁判这个时候必须进场来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不能再让态势自由地发展下去 这场比赛主裁判的尺度比较松 严格判的话 客场选手要被判罚离场 由于这场比赛 我们采用的是无差别格斗的方式 所以说我看到两个选手的 地铁终极格斗大赛 眼球指数四星半 当你在地铁站遇到正在逃跑的歹徒时 要怎么办 这位堪称中国好脚法的哥们 告诉全国人民 中国足球不行 但是我行 中国好脚法 眼球指数无数个赞 刚才这十段视频 就是为了博大家一笑 希望大家在挤地铁的时候 轻松一下 解解压 消消气 地铁坏了 也别急 总能赶上回家吃晚饭的 当然了 解压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不要像这位大便利一样 自己解压了 而车厢里的人 却表示压力徒增 结果然是什么 解压力量的 解压力量的